你好 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频道 在4个月的时间做到了250万的粉丝 并且总观看次数超过了30亿 你觉得这个数据怎么样 用任何指标来衡量 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天花板级的这样一个成绩 那这个频道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频道就是加拿大的一个三胞胎 做的这样一个频道 那你可能一定听到我这样的讲句 是三胞胎 谁有这样的条件来做这样的频道 三胞胎太少了 能做这样的频道的话 当然它先天条件非常特殊 但是你接着听我讲下去 其实跟三胞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频道的数据 总共上传了709个视频 到现在是251万的粉丝 他的视频的观看量 大家注意看这个逗号逗号 在这个地方逗号 总共31亿次的观看量 看他这个增长曲线 大家注意看到 8月份的时候 只有2600个粉丝 在一周之内爆炸式的增长到 这么大的数字 我们再看其他的几个关键的数字 每天有2000万次的观看量 每一个月有6亿多的观看量 所以他整个频道的总观看次数 31亿次之多 根据Social Blade提供的数据 讲估计他一年的收入现在要超过2900万美元 我告诉你到不了这个数字 真实的数字要比这少很多 但是4个月做下来的成绩 也是相当的可观 那我们再看 它的更新频率 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看到了28号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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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看到首先第一全是短片 那么我们把它这个视频进行排序 从最热门的排序方式 你可以看到1.6亿次 1.3亿次 1.2亿次 1.1亿次 过亿次的观看量 有10到5个 下面都是几千万的这样的观看量 那你想什么样的短片能够观看过亿 你先看一下这个封面图 一个纸盒子里头放两个东西 然后三兄弟来品尝一下子 看看就像盲盒一样 我左边的是好吃的 右边的是难吃的 或者是右边是难吃的 左边是好吃的 就这个简单的套路 我们看一下一些视频的片段 比如说这个视频 硬帽 左边是cream 右边是芥末 所以左边是好吃的 右边是难吃的 人在盒子后面 选择用左手来站一下 还是右手来站一下 然后吃点 这个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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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讲 如果从设计这个角度来讲 它就毫无设计感 不是吗 就是谁把它放上去的 第一个人吃到了这个表情 会不会影响第二个 第二个人看到第一个人从左边粘进去 吃完了还蛮高兴的 当然他也会粘左边的 他不会去弄右边的 因为这个整个的游戏设计就是说 一个好吃 另外一个不好吃 就是三个人一次这样子做 你看他有1亿6千万的人观看 好 他是老玩这个套路 你可以看第二个 不说话 也没有必要刻意夸搭的表情 反正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也没有讲哪个人比赛赢了 或者是输了 这个观看量是1亿3千万 那下面这个 可以touch this 是大概思路是一样的 有一瓶可能是橄榄油 其他三瓶是可乐 可乐 是不是他的核心的一个因素呢 我认为不是 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 这个是老大还是老二还是哪个是老三 对吧 我只是在这边臭人闹看40秒钟 不仅仅我看 还有8千万的人在看这样一个东西 好 那紧接着再看 下面这个 他就讲他的弟弟 今天这个数学考试不咋的 他们两个人故意帮他作弊 让他赢 技术含量 没有太多的戏剧 反转 或者是游戏有什么难度 没有 他全是这一类的东西 也不是讲特别夸张 对吧 所以我就给你挑这几个 这个是一亿两千万次的观看 它几乎都是这一类东西 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那么我刚才讲的 它是每日多更这个情况 好 你讲这种节目是不是太无聊了一点 谁会去看这个东西 首先我必须承认 这是一个杀时间的节目 就是填补无聊时间空白的 不会让你增长科学知识 或者是提高你的道德水准 首先我们明确它是一个无聊的 那么无聊的东西有没有价值 我们不谈它这个无聊产生的原因 或者是讲 我们帮别人打发无聊是否道德 我们不谈这个东西 我们只谈就是说 有很多人事实存在着一些无聊的时间 你不提供这类内容给他消费 他会用其他的内容 去填补他的无聊时间 甚至用更差劲 道德败坏下流的 来填补他的空余的时间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是不是这种节目又存在它的价值呢 那么从这个方向去思考的话 那意味着 这一类东西平台不会严厉打击他 因为他没有会赢会到 对吧 虽然他没有太多的价值 但是人民群众用脚投票 用时间投票 就明确的讲 我看这种东西 如果没有人观看 没有观看完成度 这个算法不会把这些视频 把它推出来 达到这么大的一个观察量 第二个观察 就是这一类的节目 从设计上面来讲 挑战没有困难性 拍摄没有复杂性 然后制作上面也极其简单 甚至都不要说话 不需要一个夸张的表情 或者是身体语言 就是这么简单 你要的就是快 节奏 短小 然后呢 有比赛的特征 这个它是一个挑战类的东西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 放了四个瓶子在面前 一瓶油三瓶水的话 你这样的玩一点意思都没有 但是有几个人来讲 其中一个人倒了煤 其中一个人被恶作剧 这个事情就有点意思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东西 它要快速的出结果 所以你这个游戏不能复杂 你一复杂 我就要告诉你这个规则是什么 我就必须开口的给你讲解 所以游戏要足够简单 足够傻 然后要有一点点挑战 挑战不是这个游戏有挑战 而是相互之间有点比赛的意思 就有人倒霉 所以是这样子的 大家就看 就就讲谁那么倒霉 吸到了油 那个人运气好一点 吸到的是可乐 像这种节目 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深究讲 其实他们三个人都知道 第几瓶是油 第几瓶是水 不是吗 完全可能又没有讲什么 蒙起眼睛来 其他的人讲喊开始 都是完全自己摆拍的 对吧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深究 一亿多的人看这种节目 看得津津有味的 一亿多的观看量 有四五百万的点赞 像我看这种节目通常看过就看过了 无聊 我知道我浪费了40秒 但是有几百万的人讲 我喜欢 看完还点赞 所以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的 还有呢 回到我最开始讲的 这三胞胎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他们不说话 他们个性有什么差异 他长得漂亮不漂亮 一点都不重要 你可以这个是一个黄种人 一个白人 一个黑人 三个人在这边做这样的 也挺好 所以这一队的节目的形式 可以是同学 可以是夫妻 可以是家庭 可以是街头挑战 可以是办公室里头的 只要是几个人都可以 你在抖音上看见有的账号 就是办公室的人 周末的时候来拆盲盒拆奖 也是看得人津津乐道 就是这个样子 无脑的 低级的 简单的这样的游戏 大家就会看 但这种东西 你要是做成一个长的节目 两分钟五分钟 完全不成立 所以必须是短片 所以短片 这种形态 是最厉害的 我甚至都认为 这个是比美女大腿 更厉害的一种方式 因为美女大腿的那类东西 稍微平台会有点抑制 这一类东西 它是中性的 相当是人畜无害的东西 所以平台一般 它不讲鼓励 最起码它是默许 所以它会有很多流量出来 在TikTok上面 抖音上面 现在在油管上面看到的 都是这样一个东西 做这类的频道的方法 就是把抖音打开 然后就刷这一类东西 看见一个模仿一个 看见一个模仿一个 你又不用开口 它用雪碧 你就用茶水 瓶着 它用某个道具 你就用另外一个道具 就这么简单 它在桌子上 你就在草地上这个形式 所以不重要 不需精细 只需要这样快速 今天给大家看这个案例的 主要是想让大家看见 做这样一个东西 你可能瞧不起 你觉得很无聊的一个东西 它是有多大的潜力 最后我再回头来 再讲到赚钱 我刚才讲 为什么它赚钱不会太多 不会是到2900万一年 因为这个短片 现在除了短片创作基金以外 它还没有通过广告播放来赚钱 广告播放正在测试 那么短片创作基金 就是说你再大的流量 你封顶就是一个月1万美元的收入 所以它这个1万美元 它应该是能拿到 拿得妥妥的 因为它是6个多亿的播放量 因为这样一个大的流量 它的观看时长也会足够 也就是它应该会加入了YPP 它也能够在通过YPP的广告 它也能赚到一些钱 还有它由于有这么大的流量 它完全可以一些赞助的广告 它可以做商业的这样一些赞助 比如说它来 我不知道某一个饮品的公司来赞助它 它完全就可以跟人家谈 比如说几万块钱 收人家的赞助费 给你做一个20秒的这样一个短片 然后用这个产品来进行一个资助广告 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平台之外的 这种赚钱的方式 所以我讲它是在一个月1万块钱以上 好的 这是今天这个频道给大家介绍一下 希望能给大家开拓一点点视野 也许有的人还动心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样一个内容方向 不是吗 从拍摄 从制作 从简节来讲 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你只要吃苦 你只要去密集的更新 并且这里头没有太多语言的 这样的要求 比如说你能够找到一些比较养眼的 俊男靓女在一起的话 大家又增加了另外一个看头 好 这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 再见